欢迎锁定股市群英会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头 我们都知道说在心结胸 尤其在我们联系当中的话 一而再再很定领的大家 这个行情要特别提高警觉 震荡大众的话也难免出现回测力量 不过它做到重心的话 尤其在升级族群 在汽车相关的零组件 甚至于在太阳能族群身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 也非常非常的强 马上为您邀请到的是心结胸 心结胸你好 苏计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午安 是 心结胸太犀利 这个升级族群真的还是续强 包含在太阳能族群身上 当然还有侧用零组件的部分 也表现相当相当的汗 您的观察 这个行情里头 尤其从指数来谈起的话 依然是震荡吗 个股表现的空间还是比较大吗 我想其实谈到 整个大盘加钱指数的部分 姑且不同 我们从整个11月初 8850点的时候 你看这一波是最高来到8871 我们在隔天8850的时候 就领先全市场 告诉个投资朋友 整个台股 为什么这一波会下跌 原因留在哪边 我们讲得非常清楚明白 就是因为市场预期下个月中旬 美国可能会升息 那大家知道美国会升息 所以美元指数在转强 你会发觉 你看到昨天美元指数 还在创下整个近期的波段新高 那我说如果美元指数转强 其实新市场 包含台股都一样 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存在 因为外资热钱 它会怎么样 会做一个回流美国的一些动作 所以我们从整个11月初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很肯定的告诉投资宝 在美元指数没有转弱之前 这个你一定要 看盘的重点指标就在美元指数 我说在美元指数没有正式转弱之前 在美国升息这一块没有利空出信之前 我说外资很难再向之前大幅买超台股 所以会发觉整个台股 外资整个这个月 从整个11月5号6号8850下来 外资卖超5600亿的台股下来 纵使昨天大盘指数 不论你说因为是美国股市的反弹大涨 或者因为是正所税的废除正所税 昨天的三读通过的一个什么 庆祝行情就算指数昨天涨100多点 你去看外资也才小买 零星小买而已 整体而言仍然是站在卖方操作 好那如果说在整个行情 美元指数美国升息这边 还没有结束之前 我们为什么一直跟同事强调 台股就大盘加据指数 一定还要整理 甚至不排除前两天的低点8217 应该都还不是这一波一个相对低档 那我相信我也不是今天 大盘加据指数跌78点才告诉你 我想从整个8850下来 我们领先市场告诉你 甚至你看昨天大盘指数在反弹的时候 来导播带下我的字卡部分 昨天大盘指数不是反弹大涨100多点吗 昨天拉上来过程当中 来你看这边我昨天讲得清楚 这里全部都是短期的盖头均线反压 我说这上来这边都是压力区 这个上来一定还会怎么样 短期一定还要先来做整理 针对大盘指数我讲清楚 一定还要再整理 那至于整个大盘的反压就在这边所有均线的一个反压 这个不论我在节目当中 我在FB股市群会里面 包含过去这段时间所po的文章 甚至昨天大盘找100多点里面 我所po的文章 我的看法没有做改变 甚至如果你每天 你要锁定 我每天找盘 在跟三立财经台 跟苏贤的连线的投资货都非常清楚 过去这段时间 哪怕今天大盘指数在震荡 我们还是跟你强调 指数一定还要做震荡整理 那指数这个震荡整理 你说今天台子级做个什么 压在这边既线上下结算 我认为这都非常正常 因为我早在一个礼拜之前 大概一个礼拜之前 我就在节目当中 也甚至在FB股市请问 你去看我在一个礼拜前 FB股市请问里面所po的文章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这个盘就是大概在 既线上下附近怎么样 做震荡结算的动作 好那我说如果大盘指数 在这个8300多点 这边既线上下做结算 这个叫做什么 多野杀 空野杀 这标准的多空双杀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这是标准的多空双杀 以大财富而言 这个叫庄家通吃大赚 对不对 这个我相信我在过去这几天 都跟你讲了 针对大财富而言 这个叫多空双杀 庄家通吃的大赚的格局 好那谈到整个大盘加卷指数 我想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你也不必因为 今天大盘跌期是几点 然后又听了一些空头专家 讲得很空 反正他从7200点 沿路恐吓你 吓唬你 结果指数被人家 嘎到8800多点上去 对不对 这个盘你就很中心的看待 大盘指数就是还要做震荡整理 但是重点仍然是悬股 还有你说整个大盘加卷指数 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投资会担心 会害怕 大盘指数如果这个盘 还要再震荡整理 甚至可能前天的低点 8217还不是这波回档的最低点 那我该怎么操作 我想第一个 我们说过了 如果你针对指数或者大财富的操作 你可以利用怎么样 短体的指标 针对指数跟大财富的部分 逢高做必行的动作 利用参考我们的短体指标 针对指数还有大财富 逢高做必行的动作 这是第一个 针对大盘加群指数的部分 第二个 我想这个压盘过程当中 我说你只要避开 中期走落的股票就好 那你说中期走落的股票 就是那几个族群嘛 不外乎我每天在节目当中 在跟朋友们分享 或者我在FB股市群位里面 都把那些族群都写在那边 你自己有兴趣 你想了解 你去看 千万你手上股票 不要是我在看空的族群 那你真的会这段时间 做得非常辛苦 为什么 因为起没你的分 但是只要落到 一定有你的事 起没你的分 但是只要落到 一定有你的事 你会发觉嘛 这个如果你没有这种股票 你干嘛 他今天指数跌77点 跌什么 跌平概股嘛 红准嘛 你看来导播客要帮我们带下 2354红准今天的K线读 再创整个破断新低嘛 2354红准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帮我们带下 那你是不是落这块股票 今天2354红准 分时走势图 如果方便帮我们带下 今天红准是再破底 对 你看沿路盘跌破底再破底 K线读很清楚嘛 来看一下K线读 今天再创新低 那落什么 落NB嘛 华硕嘛 你看这个在299 吃到吧 刚好出现破断的卖出信号 沿路都是空方卖讯 你看你用我们软体指标 夾好走 来导播客要帮我们带下 2357红准的K线读 今天是股价在什么 在破底 红准今天股价在破底 在跌什么 跌仿千股 红翼 1459的1452的红翼 从这边出现空方卖讯到今天 你怕对 来导播客要帮我们顺便带下 1452的红翼 对谢谢 今天是这破底 长黑破底 1477的巨崖 涨反弹一天 今天又一根长黑下去 对不对 你看今天也是一根长黑下去 滑就是滑这些股票 只要避开这些空头的弱势族群 包括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讲的这些 这些空头的弱势族群 你不要碰它 因为你贪不得及 我说基数企业 大半企业 还有个股企业 它没分 但是滑到一定有分 你看跌的都是这些股票 你看我讲的对不对 涨没分 但是跌的都有分的就是这些股票 那当然如果你有这些比较空方的股票投资朋友 我们有个新的建议 你还是尽量做避开 那如果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投资朋友 你不晓得该怎么操作 我一直跟投资后强调 股市群会所有的服务人员 股市群会所有的 我们的研究团队们 都非常乐意的帮助各投资朋友 在股票市场里面趋吉避凶赚大钱 有任何持股的 欢迎你直接跟我们线上服务联络 或者你可以透过FB的股市群会 你私密我 我都会针对你手上股票 至少给你一个比较专业的 不管说一定满意 因为如果说你的股票套牢 我说那个股票不好 如果可能要叫你卖掉 你觉得停手卖你可能不满意 但是我至少是秉持我的专业 给你一个比较专业的投资建议 好 那我们说大盘指数 我们看对的 不论是这波8850下来 我们对 短线这边告诉你要反弹也对 昨天谈上来 人工证所税废除掉台股大涨 我说不 这盘一定要整理 今天大盘下来整理也对 那指数对 空投走市的股票看也对 再来 我们说如果这段时间 虽然指数要整理 但是现在基数虽然还要经历 这盘的回答还没有结束 那是不是要跟着那些空投专家 就这边只能去做空 然后从7200点 7500 7800被告到8800点 我说不是这样子做 虽然大盘指数要再整理 可是我讲的 如果你这边想要找一些少部分 逆市会大涨的一些多投资金的避凤港的股票 我说你还是一样 可以跟紧股市群会的脚步来操作 所以你看我们在过去这几天里面 包含在昨天不跟我这么讲 这些族群 我看好 生计 而且还特别这样 这一波我们就是主攻生计股 搭配车用零件 太阳能为辅 主攻生计 搭配车用零件 以及太阳能的主票为辅 好那你现在回过来 看到这些的股票的操作 我想你自己很清楚 谈到整个车用零件的部分 我们之前跟你谈的 5288的F风翔 股票今天是不是怎么样 来 之前大涨一波 70几% 33天飙了七成 F光滑 股票也是写下整个今年波段新高 那这一两天 我相信我也在节目中跟你讲过的 包含5309的系统店 这也是短信的一个车用零件的标的 也是强势股 前三季算了3.88元 你看就算今天大盘指数 拉回下跌了70几点 在Gopio一样再度的写下整个波段新高 这是第一个叫做车用零件 指数对 个股一样对 好 那第二个叫做太阳人族群 我想太阳人之前 我们是跟同事长 掌握到这波的预期大涨 那我是跟你讲说 这几天在太阳人族群的震荡魂回 当然我不是说 所有的车用零件股都可以做多 我也不是说 所有太阳人股票都可以做多 但是说老师我怎么知道 要做哪一档车用零酒件 我怎么知道要做哪一档的太阳人股票 你可以持续锁定我们 你可以根据我们脚步操作 甚至我相信 每一天我在早盘 跟苏贤在三立财经台连线的时候 我都跟投资人家点到这些股票 所以如果很多投资人会说 老师那你到底是每天早上什么时候 跟三立财经台跟苏贤连线 没关系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待会 透过 你自己可以洽询三立电视台 每书都有 点书上面都有知道 苏贤的一个主持 在盘中主持一个连线的一个时段你就知道 所以你说谈到整个太阳族群里面 这支钩票是2-06国硕 你看看今天再一根藏红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帮我们带下2-06的一个分时走势图 对不对 如果你拥有这些股票投资朋友 你会管他今天大盘指数跌几点吗 你会去在今天大盘指数是涨或跌吗 你会担心大盘指数这波回了600多点吗 何况这波600多点 我们不是10多头 没带你避开 我们也跟你讲要避开嘛 对不对 可是你再回过来看2-06国硕的分时手势图 老婆再麻烦你带一下 这档股票 我有没有在这两天 甚至在今天 我在跟苏贤联系的时候 还一直提醒给各个投资朋友 2-06的国硕 你看盘中差一档涨点板 股价又写下整个波段行高 对不对 你说除了整个成用零件 太阳人的股票之外 再回过来看到这些 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一直跟投资团强调 生计股是怎么样 多头资金的避风港 对不对 那看好生计族群的联赢理由 我们之前也讲过 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一直跟你强调 你看整个类股族群里面最强势的 最整齐的就叫做生计股 对不对 第一个下届总统的什么 施政的发展重点 那你说老师 在下届总统谁会当选 股票一定事先反应 等到下一届总统出来的话 搞不好短期力多出境 所以你要想的是现在到整个大选之前 大概还有将近两个月时间 如果大家市场 当然我没有认得政治理财 我只是想尽办法帮助我们家族成员 想尽办法帮助我们所有股市群会的 忠实观众 我们FB粉丝 股市群会的粉丝团投资朋友 甚至我们三立财经台的忠实观众们赚到钱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如果大家都市场认为说 好像谁的民调制度度比较高 谁可能有机会当选 我们说买盘一定事先卡位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如果生计族群是下一波的重头戏的话 对不对 人家当选之后 主公就是在生计族群 股价一定不会等到现在 多头的火种一定先卡位再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说获利稳定的成长 它比较不受景气的一个影响 对不对 就好像我在过去这几天 是举图很多历史跟投资的分享 包括你看 今年中台股从万点回到7200点的过程当中 你来看看当时我跟你讲的一些股票 如果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下 比方说4107的邦特的K线图 4107的邦特K线图 当时再稍微把缩小 对你会发觉这波不管指数怎么回答 对你看 邦特从80几块一路涨到今天 股价再度写下波段新高 甚至是写下历史新高来到137 对就算你在1万点 你在当时的9500点 你在当时的9000点买它 就算让你报到7500 7200点 人家说一句话不听 你买对好的股票 买对这些获利成长的生计股 你还是赚钱 甚至包含在4119的虚负 导播再帮我们带下4119的虚负的K线图 你看沿路上去 当时我在70几块给你推荐 今天盘中差一点点涨停板 来到92股价写下历史新高 股价也是几乎写下历史新高 那你过去整个大盘指数回档 你买它这些获利成长的基优生计股 你一样赚大钱 甚至包含在4105的东洋 对不对 当时在7月份 大盘指数从8300回到7200 我那时候再跟你谈东洋70几块 你看沿路的震荡怎么高涨到百元 对不对 你根本就不用带大盘指数的震荡 这个就是什么 大家很清楚 因为生计医疗或是医财股 它的我接到多少单指 我的药怎么样 它比较不受什么 景气波动度的影响 竟然如果它本身的基本面 比较不受景气波动度的影响 所以回过来我们在谈什么 那我根本就比较不会受到 大盘指数的怎么样 波动的影响 指数的大幅的剧烈波动 那可能跟金融 所以我跟你讲金融不要碰 所以为什么当时 我说很多人从7200点 带你放空空到8800 背高了1600点 结果在8800点 竟然叫你做多金融 我说那等于是卖到最高点 多空被双8 我指数要回档 电子全职股 还有一些景气不好的股票 我最近给你点到很多的股票 仿牵航空航运 面板低润 平台太多 那些空投股票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了 因为我们要的是给投资报 在股票市场 做多赚大钱的希望 对不对 那你说避开那些的股票 你根本不用担心它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浩鼎列入MSCR成分股 外资推升 股价再创新高 你看年长几天 今天浩鼎再写新高 那浩鼎再创新高 大多这个会带动整个 包含在新耀股 包含在整个神体的生计股的怎么样 多头的向上比较行情 而且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已经 有点类似 几乎送分题送给投资本资本资钱了 我现在说 就跟外资一路给你买到月底 因为MSCR是在月底生效 那外资在浩鼎的基本 一定要有一个叫做被动性的一个 基本持股 我一定要在11月底前 至少浩鼎买到某个部位 那竟然现在浩鼎都还有外资的买盘在加持 何况明年2月浩鼎准备节 对不对 那1月又是总统大选 最近这两三个月 那你不觉得说整个利多 整个资金都是往生计股这边来靠拢吗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跟你谈生计股 你看联合股科 股价再度写下波段新高 对今天 之前已经直接写下整个波段新高 这波涨了30几% 再来你看神龙 所以我说如果你用我们软体指标投资朋友 什么叫指标高档转落 你刚看到一开始看到很多空投的落势股票 是指标在高档翻空 你赶快站站卖方 那我说这段时间你去也可以做多 利用软体指标你可以做空落势股 对不对 做空落势的股票 我们在讲股票市场其实做购物很简单 你看到指标转空的股票 你避开 积极的你想放空去空那些落势股没关系 对不对 那做多转强的股票嘛喜欢做多投资朋友 你就可以依照什么我们软体指标 第一档转成要标的你来做多 比方说你看到这一波的1789神龙 是不是在上个礼拜 第一档在这边出现多方买进讯号 而这一档股票我相信过去这一个多礼拜来 大盘指数从8850回档到8200多点 今天就算在8340点附近 我们沿路在节目当中 我们沿路在每天在跟三立财经台输钱联系的时候 一直在跟你强调这档股票 推荐跟你分享这档股票 甚至在FB股市群会也跟你分享这档股票 沿路拉上去 今天你又发觉大盘指数跌 你有神龙你担心什么 今天再创新高今天长红的 导播可要帮我们带一下1789的 神龙的分时走势图 对不对 今天你看差点又要涨停板 对不对 今天又去8将近9%的 对这一波上来联合股科 你看看光最近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联合股科30几% 30几% 对不对 神龙又30几% 每天在节目中跟你讲 每天在跟你分享 闭着眼睛买都会赚钱 看节目都要让你赚到钱 对不对 浩鼎也是一样 指标在低档出现买进讯号 对不对 你看这几天 今天再创新高 也是涨了100块以上 也涨了20几% 也是短短这一个多礼拜 甚至我们在最近这两天在节目中跟你讲的 南方之星的南光 你看指标是在昨天出现怎么样 买进讯号 指标是在昨天出现买进讯号 对不对 来 昨天跟你讲什么 这个季线来到季线标准买点 不买可惜 你要做短线要做破断都OK 今天的南光 昨天震荡完之后 今天南光有没有再一根长红 有没有 今天是一根长红 我管理大盘指数今天跌78点 今天早盘再做加码 对不对 股价是随时又要准备 搞不好又要写下整个波段新高上去的 对不对 好那你这些股票 为什么这些生技股这么强 你说老师 我错过了联合股科 我错过了浩鼎 我错过了神龙 那接下来还没有什么生技股可以买 我当然针对整个生技族群 我待会在下半场 会再跟头说做比较详细的一个追踪分享 如果你这边真的错过了很多标股的投资朋友 既F风翔F广华联合股科以及升龙的飙涨之后 接下来这一档 第一档准备起涨的明后天盘中震荡 我们准备在买第一档 机优获利成长的机优生技族群 这一勾详你想跟上车的 你想知道你想了解的 你现在 赶紧跟我们线上赶快保持联络 因为飙股真的不会等人 好不好这一波权力主攻生技股 然后车用零组件升级还有太阳人股票为辅来操作 好不好 谢谢 好 非常谢谢信杰兄 信杰兄所有点评到这个升级族群的部分的话 当然这一波的话表现是相当精彩 我们先休息一下了 再回到节目现场 阿树 再无头痛 皮最老 欢迎 幽罗安 会笑关子 弟弟 跟进入口 三几个天票 幽罗安 轮远投顾认真负责专业 结成为您服务 服务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一流的眼光成就一线的地位 Evaco Daily三顿半 不只是市场唯一超越日系 品质配备更是第一 现在购车想20万现金折价 再送超过2万台速加油券 即刻入主晋升一线商场赢家 台语汽车 两双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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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款商品上万种组合 The New年终大回馈 两双只要三千 The New 这不是城市 这是探险之旅 这不是险阻 这是乐趣所在 这不是道路 这是前进自由的方向 Audi Q3 驾驭框架外的精彩 Q330 TFSI 19万配备 免费升级 进华科技 定义未来 高雄日盛旗舰门市 新光闪耀周年庆 新光来店里 网品餐券 同款价88元 现场大发送 同配率Easy Go 一万九千帮 风盛满满 满额赠 单笔消费满八万 送八千 11月16到25 日盛国际精品 香蕉的花蕊 可以让男性保健 事半功倍 添加多种营养精华 男性活力抱健首选 更荣获瑞十八年奖 金牌肯定 健康生活自在无忧 快搜寻香蕉雄蕊 谁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 饮料 宝泡立水的梦想登月行动 Let's go to the moon 我想当太空了 造型师 国霞老师 写下梦想 宝宝力帮你送上月球 还有机会到美国 由NASA 宝宝力梦想升空 好 欢迎收定股市群英会 在刚刚新鲜举部分 也特别提到 生计族群真的是太热了 那么接下来 这个选股的重点呢 我想其实大家会担心的是说 老师那这一波的生计股 已经连长了一个多礼拜 甚至有些生计股 已经涨得快一个月上来了 那涨了一大波生计股 我现在在进场做多生计股 还来得及吗 因为我知道这里是很多空投专家 一直在恐吓下午各投资朋友的 跟你说 你这一波不要再去追生计股了 你搞不好会套在最高点 那我想这个就是不懂生计股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人家会从7200点 被高空高到8800 一定有它的原因理由在 那我认为整个生计族群 就像我讲过的 第一个耗鼎 先涨到月底前后再说 当然不一定每天涨 但是告诉你 我外市一定先帮你买到月底 第二个明年二月解盲 对不对 所以代表未来这边 到明年二月之前 是整个耗鼎 都还有它的想象空间 所以我的看法是 这个500多块 应该都还不是耗鼎的 波段最高点 我觉得这还不是它最高点 当然短线会有震盪 对不对 再来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明年一月中要选总统 那如果说总统 你知道吗 如果谁当选的 会搞不好 这个一定是庆祝行情 那你会等到到时候 再叫做庆祝行情吗 还是现在其实买盘就怎么样 我根本不等你了 多头的资金 中石户根本就已经什么 现在少部分回来中石户 都是直接先买生技股再说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可预见未来的机会 可能是在生技股 会比大部分的电子股好 对不对 那从整个设备生技族群 所以我必须跟我讲 其实如果以时间来讲 或许短线会有涨多震荡 但是如果以我在来讲 短波段而言 应该这一两个月的生技族群 我认为都还是OK的 只要你盛选生技股 就来操作就好 所以如果这一波的生技族群 你所看到的包含在联合股科 包含你看 我们跟你讲的神龙 对你要在第一时间 赶紧切根上来切进去 你等到你股票 搭着第二根第三根 第四根第五根 三十几% 你再来问我说 老师我神龙可不可以买 我真的也不晓得 该怎么回答你 因为已经拉上去了 甚至包含东洋 我记得刚跌停板 隔天的东洋 我也每天在跟苏贤联系的时候 跟你讲 这个股票是被误杀的 因为它基本面没有改变 基本面不错 是被误杀 你看东洋今天这根直接长红 直接给你跳上去 那你会发觉 这边会不会跟这边一样 在季线这边震荡整理之后 一根跳空长红之后 股价就大涨一波上去 那这边跳上来的东洋 未来会不会再大涨一波 准备再创新高 我是觉得是我会 比较正面的看待 原因留在那边 因为东洋获利明年 一定比今年好 那明年的获利比今年好 我股价在过今年的 前波高点101块半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所以为什么 你看不论从整个 之前联合股科 从神龙 甚至从最近 我一直跟你讲的蓝光 这档蓝芳之星蓝光 为什么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节目中跟同志讲 如果以蓝光的获利 前三季赚1.6亿 这已经写下挂牌新高了 明年的获利又可以 较今年大幅成长四大五成 而且搞不好 最近有机会拿到怎么样 拿到美国的什么 股值输松盛的要证 那明年的获利又可以 较今年大幅成长四大五成 那我请问投资宝 这个冠状会过吗 明年获利要再写下历史新高 这个一定要再过高 所以为什么说 如果包含在东洋 包含在南光 这些的生界族群 已经告诉你 我的获利是持续成长的 我的股价未来 一定会再创历史新高 会再创破乱新高 上去历史新高 那代表什么意思 你拉回 有压回 你离高点有多远 就已经告诉你 你可以赚多少钱 对不对 你如果这边生技股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操作投资朋友 其实就像我所讲的 为什么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可以这样子带着大家赚钱 不然在十月份 甚至在这个月以来 你看就算前阵子 前几天有两档股票没赚钱 我们都敢公开跟你分享原理 在哪边 因为有本事后面帮你赚回来 你看你就都有办法把你再赚回来 你就跟我们脚步来操作 所以过过这些股票投资报 来 下一档 准备要从低档开始起标的生技股 你想跟上车的 你想了解的 你想知道投资报 废话不多说 现在赶紧跟我们线上 我们保持联络 好不好 谢谢 好 非常谢谢星期兄 我们再会